纸面服刑的意思就是虽然犯了罪被法院判了刑 但实际并没有去监狱服刑 判决仅限于纸面 纸面服刑是从云南孙小果案开始被广为人知的 典型的还有内蒙古的巴图蒙案 当然可能还有很多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前几天深圳又爆出来一个案子 是一个区检察院在官网里发出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已经自行删除了 这个案子具体说的是深圳有一个姓赖的人 2000年因为走私犯罪被立案后逃跑了 被公安通缉了整整十年 2011年的时候终于被抓了 送到看守所入所体检的时候 发现身体不太好 有严重的高血压 已经达到了高血压最严重的一档 高血压三级 按照看守所条例第十条的规定 有严重疾病 在积压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的人犯 看守所不予收压 所以就给他办了取保候审 赖某这个走私案情应该是非常重大 普通案件取保候审保证金也就几千块钱 但他这个案子光保证金就交了50万 2013年9月份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赖某被判了11年有期徒刑 并主罚金2416万 还是由于这个高血压的病情 判决之后并没有立即送到监狱去执行 而是按照刑事诉讼法265条的规定 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可以赞与监外执行 那具体什么是严重疾病呢 赞与监外执行规定的附件里 列出了可以保外就医的各种严重疾病的范围 持续的高血压三级具有猝死的风险 属于刑法范畴内的严重疾病 所以赖某在被判了11年有期徒刑之后 就一天行也没有服过 在外面晃荡了9年多 到了2022年 检察院发现这个赖某外出活动非常频繁 不像是病重的样子 而且还有2400多万的罚金也没交 不知道哪个原因是重点 总之启动了核查工作 一查就查出来很多问题 检察院发现赖某在2011年 取保候审7天之后就跟老婆协议离婚了 一共有8套房产 每个人分了4套 赖某随后把自己的4套房子 全部卖了逃避2000多万的罚金 随后检察院对赖某进行了更全面的 24小时血压动态监测 结果发现赖某高血压已经降到了二级 短期内没有生命危险 于是在2023年12月11日 对赖某收监执行 监管执行一共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保外就医 一种是怀孕 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第三种是生活不能自理的罪犯 监外执行也是执行 只是执行场所不同 监外执行一天 就等同于在监狱里服刑一天 所以赖某这次进去 实际上只需要再服刑一年多 又可以重获自由了 2023年5月28日 六部委发布了进一步规范 赞与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 就把保外就医这个口子 进一步缩小了 规定必须是罪犯病情诊断书里 写了短期内有死亡的风险 或者明确出具了病危通知书 才具备保外救急的条件 这个视频还没做完的时候 我又看到了一个奇葩新闻 上海有两个闺蜜多次作案偷衣服 试案金额2800多块钱 为了逃避刑罚 竟然反复怀孕生孩子 一个生了7个 另一个生了4个 两个人加在一起 一共生了11个孩子 两个人因为盗窃罪 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和1年 但因为两个人现在还在哺乳期 所以执行方式就是监外执行 这个是符合警示诉讼法265条 第二种情形的案例 我们见过通过怀孕躲避坐牢的 但是没有见过为了2800块钱的案子 连续生孩子的 所以一度让人怀疑 这个新闻是不是少打了一个万字 是2800万不是2800块 但是看刑期又对不上 所以他俩这笔账 到底是怎么算的呢 感谢观看